我饰演的角色呢 他是一个非常可爱 然后非常勇敢的一个侍卫 他最大的性格特点呢 是非常的忠诚 那他的陛下是一个非常 也是非常勇敢善良 但是呢 他有一点点沉稳的气质在里面 并且非常非常有趣 非常的聪明 和陈毅已经是三搭了 这次合作与之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拍戏 我们两个的戏份 就是在一起的戏份非常少 所以了解的也不是很多 那后来呢 与君哥我们互相之间的戏份比较多嘛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敬业 然后人呢 也是有很多很可爱和幽默的地方的一个大男孩吧 在片场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可以分享给我们吗 花絮应该有意思的挺多的 尤其是一些打戏 然后偶尔记不住动作的时候 然后又要把这个对方杀掉嘛 所以他就只能自己强硬的死掉 我觉得还蛮好笑 就你明明还没有捅到他 但是他那个招数已经比如说第四招要死嘛 然后我第四招可能就打飞了 没有打到他 然后他只能很慌乱的 然后自己到底还蛮好笑的 做美女有什么烦恼吗 美女啊 我觉得美女的烦恼就是 大家说你是美女这件事情吧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眼光都不一样嘛 那可能你自己觉得你自己美 或者你的朋友觉得你美 或者你妈和你爸觉得你美 但是不见得所有人都觉得你美 所以美女这一个词呢 它也是一个双刃剑 过于美艳的外表 会不会限制自己的系路呢 其实也没有过于美艳 就是可能 但是确实不是一个讨喜的这个面庞 然后可能也确实有人比较容易 觉得我是不是看起来不好接触 但是其实我也接到了一些比较可爱的角色 包括一些温和的角色 那你看其实像这次接的 程若鱼小鱼儿这个角色 他就是比较可爱的 他是很有一点点鲁莽的这种性格 那包括之前接的一个民国西冷念之 他就是很温和的性格 实际上我觉得可能跟故事情节 跟表演方式是有关系的 有网友说你是胡花你怎么看 胡花呀 我觉得还挺到位的 就是确实是一个胡花 他说的没错 你觉得自己不红的原因有哪些 不红的原因是一个好深奥的话题 但我觉得不红的原因呢 还有一部分就还是自己没有做到最好吧 因为我相信比如说你完成某一个角色 完成的很好的时候一定是会积累出一些观众的 那我觉得我能够做的就是把它做好这件事情 包括我可能也会去选择通过别的侧面来 让更多的人认识我 因为我只要不红 你一定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曝光量会低嘛 那比如说我可以自己录一录美妆视频啊 自己弄一弄穿搭呀 在我没有工作的这些日子里 也能够让大家看到我在做什么 或者做一些我想要给大家展示的东西 微博小号说过自己以前写过小说 可以透露一下是什么样的小说吗 很疼痛的小说 就非常的疼痛 非常的虐恋 然后但又有点接近现实 就是实际上可能也是我对爱情的一个感悟吧 我觉得现在在回顾我小一点的时候的那种爱情的话 你会发现可能爱情很多时候是两个人的事情 而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其实一段爱情最后结束的原因 你再反过来去反思的时候 或许他也有错你也有错 我觉得我可能本来这个疼痛文学 想要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如果这本小说可以拍成电视剧的话 你会想找谁来做男主角 男主角啊 我想想我心目上的这个男主角 你考虑预算问题吗 不考虑预算问题 年轻时候的李昂娜都来演吧 希望她能同意学一下中国的普通话 有什么可以提升气质的单品推荐吗 如果说想耍帅的话可以用墨镜啊对吧 然后如果说不想洗头的话可以用帽子 比如说想要一些精致的感觉可以是项链跟耳环 如果看到自己皮肤变黑的话会怎么办 皮肤黑呢我们有很多解决的方式 比如说你可以用白一点的粉底啊 你也可以穿显白一点的衣服啊 然后你想要变白你也可以用美白的精华啊 然后你也可以用防晒啊 就是如果你只要不是追求白的像大白纸一样白 我们还是有很多方法的 所以也并不用焦虑 我们也能够削一下 我们的照片就会有很多露面 我们的照片就会出现 我们的照片就会测读一下 然后我们的照片就会出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